2022年,孟华路《星汉灿烂》、《苍蓝爵》、《唐朝鬼市路》、《沉香如蟹》、《青青日常》等不同类型的古装剧,成为各大平台热度破万超级爆款剧,古装大剧肉眼可见的回暖。 据统计2023年有五六十部古装剧代播,各大平台将展开古装大剧的热度厮杀。近日,由杨幂、龚俊主演的狐妖小红娘岳红天、赵丽颖、林更新主演的雨凤行等剧,纷纷官宣杀青。 2023年的代曝重点古装大剧《谁将掀起官剧热潮》,值得期待。 刘诗诗、刘宇宁主演的古装传奇剧大剧《一念观山》目前正在拍摄中,也是2023年的热门古装大剧。 作为一部原创剧本剧集,《一念观山》区别于目前市场中仅喷的同类型改编剧集,其以古装题材为切口,不依托任何原著篮本,从领起步一专一瓦地搭建全新世界观及人物。 情节,玄幻剧《长相思》9月25日宣告杀青,女主角杨子在微博发布了两张人物海报。 11月3日,网剧《卓卓风流》发布海报并公布主演阵容,该剧由火星小说《增风流》改编。 今天,冯绍峰领衔主演,讲述了反抗传统婚姻制度,一心考取功名的女官穆卓华与沙场穆血折戟。 背负国求家恨的刘衍彼此就熟,相知相爱,携手攘外安内,守卫国家,忠诚一代风流人物的故事。 此外,2023年代播的热门古装剧还有肖战,任敏主演的玉古瑶,徐凯,景田主演的乐游园,张彬彬,徐璐主演的乐歌行, 陈毅,陈都灵主演的莲花楼,王鹤蒂,陈玉琪主演的福图园,陈晓,毛晓彤主演的云香传,迪丽热巴,龚俊主演的安乐传,罗云熙,白鹿主演的长月静明等近60部古装剧,谁将是爆款,值得期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